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发财之前,人的身体会出现什么事情呢?下面就跟着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一,左耳朵内很痒 据风水财富学上所称,人要发财的第一挣兆就是左耳朵深处会很痒 女人的话就是右耳朵深处痒,一定要是深处 表面痒不算,这很有可能预示着你在短期之内会有好运,甚至会发财 特别是在早上醒来之后,发现有这一表现,你可以赶紧去买张彩票 说不定就中大奖了,你就发财了 左耳朵内很痒,也就是所说的一个人要发财的预兆之一 二,印堂发量 如果你的印堂和之前相比有很大差别,并且很亮,面色也非常红润 据说也是预示着你的好运要来了 财运也会随之而来 不过这种说法都是属于民间风水面向上的说法 准不准,其实任何人心中也并不清楚 但这确实也算是一种好的现象 也能使自己心里更加高兴 三,满面红光 这个特征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如果说一个人一出生的时候,脸颊就呈现出红润的颜色 那么估计这个人的财运几乎是没有瑕疵的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后天形成的 就好比忽然某一天,你的脸蛋变得非常红润 那么就代表财运马上就要出现在你的身边了 所以说当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紧这些财富 尽量去对未来做一些准备 然后好大干一场 通常在这个时候,好运都是围绕在你周围的 只要是你想要行动 那么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些人出现这种征兆的时候 就会大幅度的投资 因为通常都会得到比较好的回报 不过如果仅仅是脸蛋红润,而周围没有血色的话 那么肯定财运是无法聚集在你的身边了 而且还很有可能出现不好的事情发生 在面相学中,人们很少提到腰部 但如果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总是感觉到腰部有些搔痒 但是真正抓的时候却感觉不到 很有可能是财富悄悄找上门来了 尤其是那些之前一直不顺利的人 会突然天降横财 这也是人们总要用腰缠万贯来形容有钱人的原因 五,眉毛呀 在面相学当中,眉毛主财运 一个人的眉毛如果生得又浓又亮 形状漂亮没有杂毛 那么就意味着财运不错 如果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眉毛搔痒 尤其是眉毛的中间地毯 那么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最近是否有正财方面的提升了 眉毛属于正财 若是发痒 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升官晋级 未来前途一片大好 六,财运线增多 手心的财运线是人们观测未来财运的标准 很多人都认为手相是不会变化的 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手心的纹路会随着发生改变 若是发现手心里的财运线突然增多变粗 那么往往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会发大财 尤其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 财运线增多的同时也代表着门路变广 近期会结交到不少贵人 给自己的事业添砖加吧 七,手心痒 当你出现手心痒的时候就一定要多多留意了 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财富来到你身边的时候 手心痒代表着缺少财富 通常运气就会在这时出现 这种痒痒的感觉并非是一直痒 而是能够让人忍受的痒 通常表现为一下下或者是忽然一下 如果长时间痒的话 那么很显然跟财运到来没有任何关系了 手心痒也是分男女的 如果是男人的话通常都是左手 如果是女人的话 那么基本都是右手 当出现这种状况以后 就应该好好准备一下今后的计划 尽量做一票大的 千万不要去执着一些小买卖 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浪费掉如今具备的财气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出现这样的状况时 总会想要做一些大的生意 譬如创业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以上几个症状只要有其中一个 大家就可以留意接下来的发展 也许有人觉得没有科学依据 但是玄学就是一种感受 有的时候能给人们的心理上带来暗示也是好的 接下来大佬再给大家讲讲 梦见什么也会有好运 一起来看看吧 一 梦见数字 梦见数字必有玄机 如是梦中的数字展现方式不是在阴晦之地 不是以工资条之类的模式展现 那么多数能提升财运 做梦者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去买出彩票 虽然不一定获得头奖 但小横财的概率其实很高 二 梦见自己身上有血 梦中的血都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 因而梦见自己身上有血 很可能是在暗喻着梦者当前的财运非常不错 或许梦者将能够在近期赚取到丰厚的财富收入 甚至是因此而过上富足的幸福生活 三 梦见大火 山里起火 发财的前兆 梦见火灾是发财的前兆 梦见大火熊熊 解梦学上则认为是吉兆 预示着梦者近期的财运比较旺盛 或许梦者在近期将能够赚取到一大笔丰厚的财富 四 梦见有人有温顺动物进家门 如果梦见有温顺动物进家门 也是发横财的预兆 比如说麋鹿 羊 猪等都是属于温顺吉祥的动物 也代表能够控制的财富 若有此梦 多数预示做梦者重新获得希望 或者遇到贵人给做梦者带来很好的旺财机会 五 梦见与财相关的神兽神仙 如果梦境里遇到神兽 比如皮修 金蝉 龙龟 关公等 若是自己很主动去面对 而不是害怕 逃跑或者唾弃的话 那么就代表做梦者最近的财运极好 横财到来 梦见神仙也是同理 六 梦见金鱼在水里游 梦见金鱼在水中游 寓意着你最近的运势 各方面都会获得比较大的提升 在自己的工作中 事业运势会非常高涨 做事都会得心应手 并且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财运方面 你的财运也是非常高的 很可能会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可以多多把握 七 梦见靠杀戮得到利物 不可否认心狠的人亦得偏财 但任梦见这些场景的时候 因为血财要得到 血财基本属于偏财 因为提供的人基本都属于弱者 属于底层或不走运的人 做这些事的人要自己创业 基本都能成功 八 梦见捡到财宝 梦见捡到财宝的梦境 往往预示着能发横财 若是梦中某人指引 到达某地挖土 绝得宝藏 而且获得的财宝是古钱币 或银元 或金条等等 那么这样的梦境 很可能预示着 做梦者会发一笔横财 九 梦见许久不见的人 都说梦是现实的映射 当生活中许久没有见的人 出现在梦里的话 此梦非喜即财 此人无论是否还在世 都象征着代财来拜访 梦到这种情景的人 近期能遇见核心贵人 同心协力可赚大财 要么就是事业场上得赏时 有前所未有的大运临头 梦见的这个人 没准就是财神的化身 十 梦见蘑菇 估计梦到这个的人 是很少的 因为蘑菇很少会出现在梦境中 不过也是值得一提的 梦见采蘑菇解蘑菇 尤其是白白嫩嫩的蘑菇 一片接着一片的 这也是财运上门的意识 而且是属于很轻松的财 举手可得的 若是梦到过以上几种梦境 再加上近期身体状态良好 精气神很不错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全力去打拼努力 相信最后一定会有所收获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一些差别 毕竟不少人从出生那刻开始 便能高人一等 很多人努力一生却越过越穷 而不少人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那么在面相学中 越老越穷的面相有什么特征 下面大佬就具体给大家讲讲 一 眉毛杂乱 如果一个人是眉毛长相不好的 出现了眉毛杂乱无章的情况 这样的人是头脑不聪明的 虽然他们的四肢是很发达的 但就是不能拥有聪明的头脑 做事方面的能力是不好的 对任何事情都不重视 想法非常简单 做事的态度也不好 喜欢拖拖拉拉 一点痛快劲都没有 其实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人 他们一生的命运都不能好 不能取得很高的成绩 还需要靠女人生活 很多人都看不起这样的人 他们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的 只懂得享受生活 日子会越来越不好 过着很贫困的生活 所以远离他们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二 两腮无肉 这样的人非常没有责任心 做事没有一点上进心 自私自利 典型的守财努 看钱看得非常重 个性贪婪顽固 物质欲望非常强 总是想要算计别人来致富 注定成不了大事 一生算计得过于清楚 想要富裕的生活也非常困难 就算是有钱 也是富无人品 有钱也不肯花 甚至比一般的穷人 过得还不如 不肯在自己的身上 多花一分钱 三 下巴尖小 下巴及地格 代表的是一个人 晚年聚财的能力大小 与财运等 若是一个人的下巴 长得过于艰学 则这样的人天生没有财库 就算是有赚钱的本事 自己也没有存钱的能力 而且下巴长得过于艰虚的人 为人自私自利 凡事都会以自我为中心 过于尖酸刻薄 喜欢算计别人 个人的人际关系比较差 憨者必贫 日子自然也会是越老越穷 四 眼角搭了 在项学当中 若是一个人的眼角明显的搭了 整个呈现三角形 则一般的情况下 此人没有啥气魄 为人小气吝啬 个人也没有啥大的主见 性格方面也会是窝窝囊囊 整日没有啥大作为 而且此人的性格比较固执 喜欢钻牛角尖 常常是一根树上吊死 不会转弯 失败的几率比较高 一辈子都不会有啥大的作为 五 鼻低面小 鼻子位于面部的中庭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中年运势与财运等 若是一个人的鼻子长得过于低窄 面部窄小 则此人的能力运势不强 自信心不足 干啥事都会夹着尾巴 没有一点伤尽心 在事业上也会是窝窝囊囊 而且比辆长得越低 则此人的能力也就有越弱 一旦没有年轻的体魄 往后的日子自然也会是越过越穷 六 额秃脸低 一个人的额头明显的外秃 而整个脸形下塌 则一般情况下 此人早年的运势发展非常不错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此人运势下降 但为人过于自大 甚至属于眼高手低 干啥事都不会有大的出息 只会败坏家月 尤其是一旦失去自己长辈的庇护 自己更是什么都不是 往后也没有出头之日 七 印堂狭窄 印堂位于两眉头中间的位置 属于面向十二宫之一的侍义宫 也是命宫 表明一个人的心胸与气不等 若是一个人的印堂处长得过于狭窄 中间的间距低于一只 有杂眉与乱眉侵入到印堂处的位置 则这样的人天生小气吝啬 凡事都会喜欢钻牛角尖 个性方面也会是自私自利 此人的人缘比较差 身边与他们交好的人都会被他们给得罪光 八 手掌平薄 干枯无力 在手相中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厚实有弹性的话 这种人一般身体比较健康 非常有活力 人也很聪明 事业财运都非常不错 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平薄 掌心也非常平的话 这种人财酷薄弱 一生没什么财气 挣钱也比较辛苦 而手掌干枯无力的话 大多因为年幼时营养不良所引起 说明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差 身体素质不太好 从小吃不少的苦头 从而财运受损 一生辛劳 我们经常听到掌心存水 意思说的就是 手掌自然伸开 掌心微微的凹陷 掌心四周隆起 如果往手掌倒一些水的话 掌心能够存住水 而水为财 所以手掌厚实 掌心存水的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般都能获得比较好的运 9. 臀部销瘦无肉 臀部在铁像中代表人的靠闪 臀部胖瘦代表了男人的事业 女人的声誉 像书上言 年少无臀难守田园 年老无臀困苦心冷 如果一个人的臀部 尖血无肉的话 这种人一般没什么财气 个性比较冲动 忍耐力比较差 做事喜欢急于求成 容易半途而废 消费时比较冲动 花钱的时候不知道节制 即使有点钱 也会因为冲动而花出去 而女人 如果臀部瘦削无肉的话 还会影响到个人生育 臀部瘦削的人 在事业方面没什么成就 一生比较辛劳 10. 鼻孔外露 鼻翼相当于财库 鼻孔相当于财库的大门 如果正事实 鼻孔外露或者鼻孔朝天 则财库大门敞开 容易漏财 这种人一般在挣钱上 非常费心劳力 但是却很难存到钱 11. 印堂身锁 长皱眉头 印堂位于两眉之间 又称命宫 对一个人一生的运势 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印堂紧锁 指的是印堂处有很多的杂毛和杂纹 这种人一般内心比较压抑 经常愁眉苦脸 时间久了 眉头会变得发暗发黑 这种人一般做点什么事 都得思考许久 很有诚服和心急 为人非常挑剔 时常会感觉到不快乐 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似的 看什么都不顺眼 时常板着一张脸 所以人缘非常不好 而印堂位置代表了人一生的钱财 事业和婚姻运势 即使有钱也难以守住 会越来越穷 12. 头发发黄 在面向当中 如果一个人的头发干枯发黄 说明他们的脾气是非常暴躁的 并且身体情况也很不好 由于平时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与态度 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得罪人 给自己和家人招来很多祸害与麻烦 这些麻烦需要用大量的金钱去处理 会给家人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随着年纪的增长 财运越来越差 这种面向的人也会越来越穷 13. 鼻子塌陷 人的鼻子越挺拔 人就越自信 而鼻子塌陷的人不仅内心自卑 还没什么能力 但又非常自我 认为自己做什么都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 但实际情况却是 做事情远远没有别人那么有远见 只在乎眼前的利益 鼻子塌陷的人还非常懦弱 看见别人有难 不会伸出援助之手 冷血且没有同情心 不过对于自己的亲人还算不错 但这种人一辈子不会发大财 只够维持家庭生活 14. 眼神凶恶邪视 眼线深暗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如果一个人的眼神凶恶 眼睛内线或者眼神暗淡的话 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阴狠 为人也非常冷血无情 当然这里说的是后天邪视的那种 因为长期喜欢斜着眼看人 所以慢慢养成了高傲的性子 常常看不起人 而眼睛内线则眉骨高 眼神藏而不露 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孤僻轻高 自我优越感极强 而且城府极深 脾气非常大 在为人处事方面 缺少耐心 非常难相处 15. 权衡齿突 权骨为权力之骨 代表着一个人的名望 权力和地位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 如果一个人的权骨横大 且牙齿前突明显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霸道 有着很强的控制欲 凡事都希望在自己控制范围内 处事冷静果断 很有魄力 不过大多也非常固执 内心冷酷无情 缺乏爱心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根本无法沟通 而且喜欢与人争斗 有着很强的攻击力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做事不择手段 非常危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试集一下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